说愿,尊贤,人君之欲平至天下而垂荣明者,必尊贤而下世 一曰,自上下下,起到大光 又曰,以贵下见,大的民也 夫明王之师德而下下也,将怀远而至近也 夫朝无闲人,由洪湖之无语义也,虽有千里之望,由不能至其义之所欲至矣 是故由江海者托于船,至远道者托于成,欲霸王者托于贤 依隐,吕上,管仪吾,百里兮,此霸王之传成也 是父兄与子孙,非书之也,人袍人,调土与愁愁普鲁,非阿之也 持设计,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 由大将之位,公是也,量小大儿之才目矣,比公孝,儿之人数矣 是故履上聘儿天下之商将亡,儿周之王也,管仪吾,百里兮认,而天下之其秦之必罢也,其特传成灾 夫城王罢故有人,王国破家亦故有人,节用于身,咒用恶来,送用唐秧,其用苏秦,秦用赵高 而天下之其网也,非其人而愈有功,辟其弱下至之日而愈业之长也,设于止天而愈发之荡也,虽顺语游易困,而又旷乎俗主哉 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立正,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难依与北敌交亲,中国之不觉弱线 缓公于,适用管仲,报书,习鹏,宾须吾,宁吾,宁妻,宁妻,三存亡国,一记绝世,救中国,攘戎狄狄,足邪经满,以尊周氏,罢诸侯 晋文公用旧范,先枕,杨处妇,强中国,败强楚,何诸侯,朝天子,以显周氏 楚庄王用孙书敖,司马子返,将军子重,征臣从政,败强劲,无敌于天下 晋慕公用百里子,简书子,王子廖极由于,具有雍周,攘败西荣 吾用严周来祭子,并异周,扬威于姬父 正熙公富有千成之国,贵为诸侯,至义不顺人心,而取事于臣者,不先得贤也 智检公用子产,避臣,誓书,行人子语,贼臣除,正臣尽,去强楚,何中国,国家安宁,二十余年,无强楚之患 故于有公之旗,尽献公为之,忠业不昧,处有子欲得臣,闻公为之侧习而作,远乎贤者之业难折充也 夫送相公,不用公子慕仪之言,大辱于储,曹不用西腹姬之剑,败死于荣 故共为无始之要,治乱之端,在乎神己而认贤也 国家之认贤而吉,认不孝而凶,暗往事而是己事,其必然也,如何服,此为人君者,不可以不胜也 国家昏乱而良臣见,鲁国大乱,既有之贤见,西宫即位而任继子,鲁国安宁,外内无忧 行政二十一年,继子之族后,诸姬其南,其伐其北,鲁不胜其患,将其施于除以取权耳或作身,故传约,换之起必自此时也 公子买不可使数位,公子遂不听君命,而善之尽,内侵于尘下,外困于兵乱,若知患也 西宫之幸,非前二十一年常贤,而后乃见辩未不孝,也,此祭子存之所义,亡之所损也 夫得贤失贤,其损义之焰如此,而人主忽于所用,甚可疾痛也 夫智不足以见闲,无可奈何以,若智慧行献之,而强不能绝,犹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乱清,此甚可悲哀也 以宋商公不知孔父之闲乎,安之孔父死,己必死,驱而就知,驱而就知者,是知其闲也 以鲁庄公不知孔子之闲乎,安之即将死,赵孔子而受之国政,受之国政者,是知其闲也 此二君之能见闲而皆不能用,故宋商公已杀死,鲁庄公已贼死,使宋商早认孔父 鲁庄肃用孔子,乃将近邻国,而旷自存乎 邹子说梁王曰,依隐故有身世之应臣也,汤立以为三公,天下之至太平 管仲故成因之狗道也,天下之拥夫也,其还公得之以为重父 百里西道之于路,传卖五阳之脾,秦目公伟之以正 宁妻故江车人也,寇原行歌于康之渠,还公任以国 司马喜并搅于宋,而足向中山 犯虽者斜拉齿鱼,为而后卫应侯 太公望顾老父之初夫也,昭歌之徒左也,即今迎客之舍人也,年期时而相周,九时而封齐 故师曰,绵绵之隔,在于旷也,梁公得之,以为止住,梁公不得,哭死于也,此期侍者 不欲明君圣主,畸形乞丐,哭死于忠也,辟由绵绵之隔矣 眉睫之指,皆而行于色,声音之风,感而动呼心 宁妻姬牛角而商歌,还公文而举之,暴龙贵时而登产,孔子为之下车 遥,顺相见不为桑音,文王举太公不以日久 故贤圣之皆也,不代酒而亲,能者之相见也,不代事而知矣 故事之皆也,非必语之林财分祸,乃知其连也,非必语之犯难舍微,乃知其勇也 举世决断,是以知其勇也,取语有让,是以知其连也 故见虎之尾,而知其大于理也,见相之崖,而知其大于牛也 一节见则,百节之矣 由此观之,以所见可以战未发,独小节故足以知大体以 予以下王,节以下王,汤以阴王,骤以阴王,骤以阴王 河鲁以无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插以献秦于月,文公以晋国霸 而立功,以剑士于将力之功,威王以其强于天下,而闽王以誓死于妙梁 木公以秦显明尊号,而二是,以劫于妄仪,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继不等者,所任意也 事故成王处强宝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 赵武灵王五十年而饿死于沙丘,任礼充故也 桓公的管仲,九和诸侯,一筐天下,施管仲,人树雕一芽,身死不葬,为天下孝,一人之身 荣辱巨失焉,在所任也 故为有公子无忌,削得富得,赵人令向如,秦兵不敢出焉灵,任唐虽,国独特礼 除有身包虚,而昭王反魏,岂有田丹,襄王德国 由此观之,国无贤左郡士,而能以成功利名,安危记绝者,未尝有也 故国不悟大而悟得民心,左不悟多,而悟得贤郡 得民心者民网之,有贤左者是归之,闻王请除袍落之行,而因民从 汤去张王者之三面而下民从,岳王不辉旧种而无人福,以其所谓之顺于民心也 故生同则处矣而相应,得何则未献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则天下之豪,相律而屈之矣 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还公之贼,也,报书以为贤于己而尽之未相 欺世言而说乃听,遂使还公除报仇之心而为国正焉 还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报书之力,也 管仲之所以能北走还公无自威之心者,同生于报书也 咒杀王子笔干,姬子被发而阳狂,陈陵宫杀谢也,而邓元去臣 自始之后,阴间于周,陈王于楚,以其杀笔干,谢也而施姬子,与邓元也 焉招王得郭奎,而邹衍,乐意,以其召至,苏子,屈井以周处至,于是举兵而攻其 其敏王于举,焉孝帝祭众,非与其君也,然所以能信义,置于此者,有的是也 故无长安之国,无恒至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威王,自古即今,未有不然者也 明镜所以朝行也,亡古所以之今也,夫之恶亡古之所以威王,而不悟习寄于其所以安昌 则未有义乎却走而求歹前人也,太公之之,故举威子之后,而封笔干之目 夫圣人之于死尚如是其后也,况当事而生存者乎,则其福师可时矣 其谨公问于孔子曰,秦木公其国小,处辟而罢,何也 对曰,其国小而至大,虽处辟而其正中,其举果,其谋何,其令不偷 亲举五谷大夫于系雷之中,与之与三日而受之正,以此取之,虽亡可也,罢则小矣 或曰,将为皇宫人亦呼,杀凶而立,非人亦也,将为皇宫公检呼 与妇人同于,持于义中,非公检也,将为皇宫清洁呼 闺门之内,无可嫁者,非清洁也 此三者亡国施君之行也,然而皇宫兼有之,以得管仲习鹏,酒和诸侯,一筐天下,必朝周氏 为武罢长,以其得贤左也,施管仲习鹏,认树雕一芽,生死不葬,重留出户 义人之身,荣辱巨师者,何者 其所任意也 由此观之,责任左即矣 周公淡白乌之事,所下者妻是人,而天下之事,皆至,燕子所与同一事者百人,而天下之事亦至,众尼修道行,李文章,而天下之事亦至矣 伯雅子古琴,中子妻听之,方古儿志在泰山,中子妻曰,善哉忽古琴 微微忽若泰山 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中子妻复曰,善哉忽古琴 伤伤忽若流水 中子妻死,伯雅破琴绝贤,终身不赴古琴,以为事无足为古琴者 非独古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以皆知,贤者稀游尽中哉 既不自至千里者,代伯乐而后至也 周威公问于宁子曰,取是有道乎 对曰,有,穷者达之,亡者存之,废者起之,四方之事,则四面而至矣 穷者不达,亡者不存,废者不起,四方之事,则四面而叛矣 夫成故不能自守,兵力不能自保,得事而失之,必有其间 夫是存则君尊,是王则君卑 周五公曰,事依至如此乎 对曰,君不闻夫储平王有事,曰储系虚丘,复克,王将杀之 出王之进,尽人用之,是为成仆之战 又有事曰苗奔黄,王将杀之,出王走进 尽人用之,是为燕陵之战 又有事曰尚解虞,王将杀之,出王走进 尽人用之,是为两堂之战 又有事曰吴子虚,王杀其父兄,出王走吴 何吕用之,于是兴师而习饮 故储之大得罪于梁正宋位之君 由未拒之于此也 此次得罪于其事,三报其名古,亦亡其国 由是官之,是存则国存,是王则国王 子须怒而亡之,身包须怒而存之 是虎可无贵乎 爱公问于孔子曰 人若何,而可取也 孔子对曰 无取前者,无取见者,无取口睿者 爱公曰 何谓也 孔子曰,前者大给力不可尽用 见者必欲奸人,不可以为法也 口睿者多淡而寡信 后恐不厌也 复公使何调而后求其忠焉 马雀怨顺,然后求其良才焉 人必忠信众厚,然后求其知能焉 今有人不忠信,众厚而多智慧行 如此仁者,辟有豺狼语,不可以伸进也 是顾先其仁义之成者,然后亲之 于是有之能者,然后人之 顾曰,亲人而始能 夫取人之术,也 观其言而察其行 夫言者所以 输其凶而发其情者,也 能行之事必能言之 是顾先观其言而魁其行 夫以言魁其行 虽有奸鬼之人,无以淘其情 哀公曰,善 周公社天子为七年,不一之事 直至所施见者十二人 穷相白屋所见者四十九人 使尽善者百人 教士者千人,观朝者万人 当此之时,成使周公交而且令 则天下贤士智者寡以 苟有智者,则避贪而失禄者也 失禄之臣,不能存君以 其还公舍亭辽,未始之欲造见者 积年而是不至 于是东也彼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 还公曰,九九何足以见乎 彼人对曰,臣非以九九位足以见也 臣闻主君舍亭辽以待事 积年而是不至 夫是之所以不至者 君,天下贤君也 四方之士,皆自以论而不及君 故不至也 夫九九伯能耳 而均有礼之 旷贤于九九乎 夫太山不辞壤时 江海不逆小流 所以成大也 诗云 先民有言 寻于除饶 言伯某也 还公曰善 乃依礼之 积月四方之士 相邪而并至 诗曰 自堂除鸡 自阳除牛 言以内及外 以小及大也 其景功伐颂 至于其堤至上 登高以望 太熙而探曰 熙我先君桓公 长谷八百 成以霸诸侯 今我长谷三千成 而不敢九处于此者 其其无管仲于 贤章对曰 陈文之 水广则于大 君明则臣中 稀有桓公 故有管仲 今桓公在此 则车下之臣 尽管仲也 赵检子由于何而乐之 探曰 安得贤事而语出焉 周人古成贵 而对曰 夫诸欲无足 去此数千里 而所以能来者 人好之也 今是有足而不来者 此事无君不好之乎 赵检子曰 无门左右克千人 朝时不足 目收事争 目时不足 朝收事争 无上可谓不好是乎 周人古成对曰 红湖高飞远降 其所事者六合也 背上之矛 腹下之翠 五尺寸之数 去之满靶 非不能为之一悲 亦之满靶 非不能为之一高 不知门下左右克千人者 有六合之用乎 将尽毛翠也 其宣王坐 淳于昆氏 宣王曰 先生论寡人和好 淳于昆曰 古者所好四 而王所好三焉 宣王曰 古者所好 何于寡人所好 淳于昆曰 古者好马 王义好马 古者好位 王义好位 古者好色 王义好色 古者好事 王独不好事 宣王曰 国无事尔 有则寡人亦说之矣 淳于昆曰 古者滑溜奇迹 金无有 王选于众 王好蚂蚁 古者有报相之胎 金无有 王选于众 王好谓以 古者有毛强西施 金无有 王选于众 王好色以 王必将带谣顺与汤之事而后好之 则与汤之事亦不好王以 宣王漠然无以应 卫君问于田让曰 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 赏赐尽玉府增伯而是不至 何也 田让对曰 君知赏赐 不可以攻击也 君知诸罚 不可以礼弊也 有举障而呼苟 张弓而助击矣 虽有相耳而不能智者 害之弊也 宗卫乡齐 玉竹罢归舍 赵门卫田饶等 二十有妻而问焉 曰 世大夫谁能与我付诸侯者呼 田饶等皆福而不对 宗卫曰 何是大夫之义得而难用也 饶对曰 非是大夫之难用也 是君不能用也 宗卫曰 不能用是大夫何弱 田饶对曰 除中有臭肉 则门下无死事矣 金服三生之计不足于事 而君厌恶有余素 丸素起袖迷利 唐笋从风雨毕 而是曾不得以原依 果原离素 后宫妇人 只以相指 而是曾不得一场 且夫才者 君知所轻也 死者是知所重也 君不能用所轻之财 而欲使是知所重之死 岂不难忽哉 于是宗卫面有蚕色 君寻避袭 而谢曰 此未知过也 卢埃公问于孔子曰 当今之时 君子谁嫌 对曰 魏林公 公曰 吴闻之 其闺门之内 孤姐妹无别 对曰 臣关于朝廷 未关于唐壁之间也 林公之地 约公子取谋 其知足以至千成之国 其信足以守之 而林公爱之 又有时约王财 国有贤人 必尽而人之 无不达也 不能达 退而与分其路 而林公遵之 又有时约庆族 国有大事 则尽而治之 无不济也 而林公说之 史去未 林公抵赦三月 秦色不欲 待史之入也而后入 臣是以知其闲也 戒子推行年十五而相经 仲尼闻之 史人往事 还曰 廊下有二十五郡士 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 和二十五人之志 至于汤武 并二十五人之力 利于彭祖 以至天下 其顾免以乎 孔子贤居 愧然而叹曰 同地薄华而无死 天下其有定义 子鹿曰 愿闻其为人也何弱 孔子曰 其右 也敏而好学 其状 也有勇而不屈 其老也有道 而能以下人 子鹿曰 其右也敏而好学则可 其状也有勇而不屈则可 富有道又谁下载 孔子曰 由不知也 无闻之 以众公寡而无不消 也 以贵下贱 无不得也 西者周公弹至天下之正 而下是七世人 岂无道哉 欲得是知故也 富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事 君子呼哉 魏文侯 从中山奔命安逸 田子方从 夫子姬过之 下车而驱 子方做成如故 告太子曰 为我请君 代我昭歌 太子不说 因为子方曰 不识贫穷者交人 富贵者交人呼 子方曰 贫穷者交人 富贵者安敢交人 人主交人 而亡其国 无未见以国代亡者也 代父交人而亡其家 无未见以家代亡者也 贫穷者若不得意 那履而去 安枉不得贫穷呼 贫穷者交人 富贵者安敢交人 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语 文侯探约 微无子之故 无安得文贤人之言 无下子方以行 得而有之 自无有子方也 君臣亦亲 百姓亦父 无是以得有事之功 我欲罚中山 无以武下乐阳 三年 而中山未献于我 我是以得有武之功 无所以不少进于此者 无未见以至交我者也 若得以至交我者 岂不及古之人呼 进文侯行的灯碎 大夫皆福之 随会不服 文侯曰 会 夫为人臣而忍其君者 其最惜如 对曰 其最重死 文侯曰 何为重死 对曰 生死 妻子为露焉 随会曰 君惜独问为人臣忍其君者 而不问为人君 而忍其臣者耶 文侯曰 为人君而忍其臣者 其罪何如 随会对曰 为人君而忍其臣者 志是不畏谋 便是不畏言 人是不畏行 永是不畏死 文侯远随下车 慈大夫曰 寡人有妖婢之病 愿诸大夫恶罪也 其将君田窥出江 张生交送曰 惜者遥让许有以天下 喜耳而不受 将君知之呼 曰 为然 知之 伯一书其辞诸侯之位而不畏 将君知之呼 曰 为然 知之 于灵众子辞三公之位 而拥为人贯元 将君知之呼 曰 为然 知之 至过去军地 便姓名 免为庶人 将君知之呼 曰 为然 知之 孙叔傲三去乡而不悔 将君知之呼 曰 为然 知之 此武大夫者 明辞之 明辞之而实修之 今将君方吞异国之权 提古拥齐 被奸直锐 悬回十万之师 善辅月之诸 甚无以事 之所修者交事 田窥曰 今日诸君皆为窥祖道具九府 而先生独教之以圣人之大道 谨闻命矣 魏文侯 见断前目 立眷而不敢息 即现宅皇 据堂而语之言 宅皇不说 文侯曰 断前目 官之则不肯 禄之则不授 今辱欲官则相智 欲禄则尚清 既寿无赏 又则无礼 无乃难呼 孔子之谈 遭成字于徒 清盖而语终日 有奸 顾子路曰 取树伯 亦以赠先生 子路不对 有奸 又顾曰 取树伯 亦以赠先生 子路谢然对曰 游文侄 事不忠而现 女无眉而嫁 君子不行也 孔子曰 游 事不云乎 也有曼草 灵路谱兮 有美一人 清阳惋惜 邂逅相遇 事我愿惜 今诚自天下之贤事也 于事不赠 终身不限 大德无余贤 小德出入可也 其还公使管仲治国 管仲对曰 贱不能临贵 还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 还公曰何故 管仲对曰 贫不能使父 还公次之其国事租一年而国不治 还公曰何故 对曰 输不能至亲 还公立以为重父 其国大安 而遂罢天下 孔子曰 管仲之贤 不得此三权者 亦不能使其君难面而罢已 还公问于管仲曰 吾玉使爵辅于酒 肉辅于祖 得无害于罢呼 管仲对曰 此即非其贵者尔 然亦无害于罢也 还公曰 何入而害罢 管仲对曰 不知贤 害罢 知而不用 害罢 用而不认 害罢 认而不信 害罢 信而复使小人参知 害罢 还公 善 鲁人公毕 曾子辞于碧君曰 请出 叩罢而后付来 请姑无使狗使入无赦 碧君曰 寡人之于先生也 人无不闻 今鲁人公我儿先生去我 我胡守先生之舍 鲁人果公毕而署之最实 而增子之所争者久 鲁是罢 必君复修 曾子设而后迎之 宋司成子喊之贵子为也 入语共识 出语同一 司成子喊王 子为不从 子喊来 傅赵子为而贵之 左右曰 君之善子为也 君王不从 来又傅贵之 君独不愧于君之中尘乎 子喊曰 吾为不能用子为 固执于王 今吾之得父也 上是子为之以得于教也 吾故贵之 且我之王也 吾臣之薛迹拔树已从我者 息意于吾王哉 杨音见诏箭主曰 臣居襄三竹 士君武去 闻君好事 故走来见 箭主闻之 绝食而叹 祭而行 左右近见曰 居襄三竹 是不容重也 士君武去 是不忠上也 今君有事见过人矣 箭主曰 子不知也 夫美女者 丑妇之仇也 盛德之事 乱世所输也 正直之行 邪王所增也 遂出见之 因寿以未相 而国大志 由事观之 远近之人 不可以不察也 应侯于甲无子作 闻其古琴之声 应侯曰 今日之秦 亦和悲也 甲无子曰 夫吉章调下 故使人悲耳 吉章者 良才也 调下者 观悲也 取夫良才而悲观之 安能无悲乎 应侯曰 善哉 十三年 诸侯举兵以伐其 其王闻之 替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 有志为寡人用之 于是 博士淳于昆仰天大孝 而不应 王复问之 又大孝不应 三孝不应 王福然作色不悦曰 先生以寡人语谓戏乎 对曰 臣非敢以大王语谓戏也 臣孝陈林之词田也 以一连范 一壶酒 三妇于 诸曰 谢客者遗和 污邪者摆车 传之后事 洋洋有余 臣孝其赐鬼宝尔请之后也 于是 王乃立淳于昆位上清 赐之千金 隔车百成 与平诸侯之事 诸侯闻之 立败其兵 修其士族 遂不敢攻其 此非淳于昆之立乎 田祭去其奔楚 楚王交迎至舍 问曰 楚 万成之国也 其亦万成之国也 常遇相病 未知奈何 对曰 一之耳 其使身如将 则处罚五万人 使上将军将之 致秦将军守而反尔 其使田居将 则处罚二十万人 使上将军将之 分别而相去也 其使勉子将 处罚四丰之内 王自出将而祭从 相国上将军位左右司马 如是则王仅得存尔 于是其使身如将 处罚五万人 使上将军至 秦将军守反 于是其王愤然 乃更使勉子将 楚处罚四丰之内 王自出将 田继从 相国上将军位左右司马 一王车属九成 谨得勉尔 至设 往北面正领齐驱 问曰 先生何知之早也 田继曰 身如为人 五贤者而清不孝者 贤不孝者拒不畏用 是以王也 田居为人 尊贤者而见不孝者 贤者复任 不孝者退 是以分别而相去也 免子之为人也 尊贤者而爱不孝者 贤不孝聚赋任 是以王谨得存耳 魏文侯商代付于取杨 隐憨 文侯愧然叹曰曰 无读无欲让以为臣 简仲局久近曰 臣请扶君 文侯曰 何以 对曰 臣文之 有命之父母 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 不知忠臣 夫欲让之君 亦何如哉 文侯曰 善 受福而引之 矫而不绕 曰 无管重报书以为臣 故有欲让之功也 赵简子曰 无欲得梵中行事良辰 食眼曰 安用之 简子曰 良辰 人所愿也 又何问焰 曰 君以无畏良辰故也 夫氏君者 见过而见可 张善而替否 献能而尽贤 朝夕送善 拜而纳之 听则进 否则退 金饭中行事之良辰也 不能匡乡其君 使之于难 出在于外 又不能入 亡而弃之 何良之位 若不弃 均安得之 夫良将迎其君 使父其位 死而后止 何曰以来 若未能 乃非良也 简子曰 善 子禄问于孔子曰 治国何如 孔子曰 在于尊贤而见不孝 子禄曰 范中行事尊贤而见不孝 其王何也 曰 范中行事尊贤而不能用也 见不孝而不能去也 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愿之 不孝者知其见己而愁之 贤者愿之 不孝者愁之 愿愁病前 中行事虽欲无亡 得呼 晋经战于遍 晋师败己 寻林妇将归请死 昭公将许之 世贞伯曰 不可 成仆之意 晋圣于京 文公有有忧色 曰子玉游存 忧未歇也 困兽游斗 旷国相呼 即经杀子玉 乃喜曰 莫于独也 今天或者大景进也 林府之士君 晋思尽忠 退思补过 设计之位也 金杀之 是众经圣也 昭公曰 善 乃使富江